歡迎大家到醫師診療室的單元 您好 我是萬芳醫院的心臟內科鄭和孫醫師 其實心肌梗塞一年四季都有在發生 只是說在天氣冷的時候 我們似乎很容易發生這個問題 我們每個月統計從一月到十二月 都有十幾例 十五 十六例 所以心肌梗塞不是冬天的全例 心肌梗塞其實比較好怕在冷熱交替的時候 我們在天氣變化的時候 冷熱交替的時候很容易血管會收縮 血液的粘稠度會改變 血液的粘稠度改變容易產生血栓 所以我們要進一步討論 那有哪些因子是容易形成血栓的危險因子 也就是我們要避免心臟的血栓的形成 那血栓一般來講都是容易發生在高血壓的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當然還有一個我們沒辦法避免的 年紀 那還有一個就是高血脂 所以我們常聽到什麼三高族群 三高族群 那當然隨著年紀越大 大家越容易遇到三高的問題 我們好好去處理三高的問題 的確可以減少很多血栓的機會 而且可以大幅的去減少猝死的機會 除了三高問題之後還會去戒煙 煙跟血管硬化這個相關性非常的高 我們常遇到一些人他沒有三高的問題 他就只有抽煙 那現在人的壓力大 大家會想說找個發洩的管道 抽煙往往會變成他們懸泄的出口 壓力大又抽煙的確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我會問一些我從拼死邊緣救回來的人 問他們在發生這次心跳停止之前 他們有沒有什麼徵兆 他們的症狀通常是 可能最近一個月內爬樓梯 開始變得比較喘 然後胸悶的頻率會增加 這些人大概都是這樣子 這些都是日常生活可以自己發現 自己問題的一個徵兆 如果說已經胸悶和病友轉移痛 所謂的轉移痛它是一種心血管疾病很特殊的轉移痛 它會從左胸口 會往下巴 肩膀 左手臂 甚至有些會痛到背 那還有有些會痛到上腹 何必冒冷汗 那趕快來急診 尤其是痛超過五分鐘以上 一直沒有緩解就要來急診 那如果說已經有發生過的話 我們的診間會開一個藥 讓患者 背一個小小的消化肝油在身上 但是這個消化肝油並不是救命用的 消化肝油只可以緩解症狀 但是它沒有辦法救命 所以已經有發生過心腳痛的患者 最好含了第一顆消化肝油 要是五分鐘沒有好 你當你準備含第二顆的時候 你就要準備去急診了 所以平常對自己的症狀要自知 第一次懷疑的話 請心臟科醫師去診斷 如果一診斷有心血管疾病 有心腳痛 確定是棍東動脈疾病 那就要隨時注意自己的 胸悶的症狀 隨時注意的三高 注意自己的血壓 血脂血糖 好好的去控制 如果已經有痛到冒冷汗 含了舌下含片 沒有好 記得趕快找究竟的急診 趕快先處理 那平常像換季的時候 我們剛講過 換季的時候秋冬交換 或是容易血管收縮 所以保暖 保暖 再保暖 再來就是規律的服藥 服藥其實很重要 你只要詳細的問處方醫生 他都會跟你建議說 哪些藥要吃 哪些藥可以稍微停一下 或者是間隔一小時吃 我們都會給他一些建議 所以不要任意的停藥 如果你要停藥 要跟醫師討論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適度的運動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還是要恢復你原來的運動 比如說你每天還是要有30分鐘的運動 可以讓心跳上升到100以上 就是220減年紀 這樣子去達到一個最大心跳 可以試著讓心跳提升 適度的運動 運動對心臟病的人不是禁忌症 有疑問的話 我們可以請復健科的醫師安排心臟復健 那這些復健也是一種運動 所以運動其實對我們的身體 對我們的心臟 其實都是有正向的幫助 而且可以避免再度的發生 那謝謝大家聽到這邊 其實在冬天 尤其是我們常聽到心臟病猝死 最重要的還是要去找到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就是年紀、抽菸、三高 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 其實還有一個危險因子 我們剛剛前面沒有提到就是家族死 如果家人有心臟病的 有心肌梗塞病死 不要輕忽這些症狀 不要輕忽有胸膜的症狀 及早的就醫、檢查 確定疾病 避免發生不幸的事情 好 謝謝